請 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很輕鬱與那位九號駛頂群的線統 那因為九號駛實在是很繞口 所以之後的九號駛就直接用JS代替 大家聽到JS就知道是九號駛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Blue 那Blue的話就是藍色就是這個卡爾的Blue 然後我現在表示有點點落防止 那如果今天對今天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這邊就是跟我交流一下 那我先跟大家前期提供一下 就是我不曉得在座各位有沒有 本身是寫JS的工程師 能夠舉手一下嗎 那其實像我們去年啊 就是能夠有機會的過顆就是MT的景點 比如說MT-7288這一顆 那我在去年的時候我們有出就是幫你這個開發板 那這個開發板其實就是 就是到我的我的理想難度裡面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前方有程式 結果我就嘗試的把JS去Porting一下 就是LinkedX,March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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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顆其實 這顆晶片它是屬於MPU的 就是Micro-Quadget Unit 那它其實是比較拋無法 那它這個可能Memory或者是Disk 或是Flash都是比較高階的 比較階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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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 所以那時候其實PortingJRG的音質其實就用NOJS 就沒有什麼開發的困難點 那關於這顆的開發板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下面的網址 OK好 那其實剛剛在做各位應該就 我大概有調查 但是大概就幾位是本人寫JRG的工程師嘛 那其實因為大家來這邊的PA 大部分都是寫C的人嘛 對那大家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那為什麼一定要就是 快要注意國安LT這個議題呢 其實這個議題啊就是 佔語言這件事情是佔不了的 但是其實現在有一些就是數據可以來輔助 就是為什麼我們做這件事情是有相對的一個價值 那我其實在這些事情的分級的程度來看 就是第一個我們從程式語言的community 還有話題的討論的數據分析來看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剛剛是有說嘛 我們去年的時候有推出一個NPU 就是企業化吧 那時候其實我們在推廣JRG的過程 其實有一些就是數據 那這個數據其實也是幫助我們就是 就是來看就是說 诶諾JS這個社群是不值得推廣 那第三個就是真實來回到JRG這個語言層面 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JRG在ROT JRG上面是一個韓王就是可行的一個語言 OK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來看 其實第一個就是以Marketing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說以Redmond有一個就是 他是在調查全世界所有的語言之中 其實說話句 在比如說去年的1月的報告的時候 就已經是最領見 就是第一名的一個地方 那第二個就是有一個比較強而有益的數據 就是GitHub GitHub有推出過叫做GitHub的一個就是數據 那這個數據表其實在有一些比較關鍵的 就是說我們去就是 觀察過去JRG的專案之中 哪一些專案是活躍率非常高的 那其實JRG在幾個比較重點的章節 比如說像是活躍性啊 還有就是整體的Push 這個QAPR的一個數據 都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高的 OK 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以就是過去推廣788的經驗來看 因為其實推廣788這個 這條路啊 我在No.js的Community 是寫了一本就是專門給 No.js Community的一本電子書 那這本電子書其實我也沒有就是 花費公司的就是行銷支援去推廣 我就給他放在那邊 但是我之前啊就是前幾天 就是大概一五月前吧 我大概有收集一下數據的時候 我其實也嚇了一條就是說 這本電子書在就是Google的搜尋 其實非常非常多人在點閱 對大概有4500個就是 就是unique digital來看 那其實在做這本電子書 因為788這個議題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issue 比如說像是把788 我要接一些糊塗藍牙 或是來接一些就是周邊商品 那這些周邊商品就是 因為我們要推廣的這裏 所以我們會去寫一些就是 比較簡單的教學 那很多就是 開發者他們把自己的專案 給弄出一個很 就是很簡單的教學 一些貢獻在我這個debook上面 大概有8位 然後就其實這三個月以來 其實也推出了三個語言出來 出去英文、中文跟簡中 OK 好 那其實讓我最訝異的是這一塊 就是 這一本電子書 竟然全世界有超過60個國家開發者 所以要去開發者 來看了這本書 OK 好 那有一個最大的關鍵就在於是說 因為我們那個MTCO88 以MTK過去的傳統來看啊 我們release的SDK 都只release到就是說 我們認為好的SDK 但是那個好的SDK 跟社群想要的 或是好用的SDK 是有一段的差距 那那一段的差距 如果就是由我們員工來去寫 來投入時間來做的話 PM可能會覺得是沒有太大的議題 但是就剛好就是遇到一個 就是MakerCup這個community 他們本身是跟我一樣 他一定喜歡寫先入式開發版 但是過去我們都是 原本都是know this community 的工程師 這是一個愛好者 那他其實對於CQ88 他們做了很多很多貢獻 那我先講一個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經典的工程就是 大家應該 往過底層的人應該都有聽過那個 一個基母嘛 一個模擬器 那這個模擬器 其實在MTK的角度來看 不會去提供像這樣一個模擬器 那他們就願意花時間去 自己去願意去貢獻出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open source的專案 那其實我們也蠻感謝就是 他也幫助我們公司 就是做出了一個蠻重大的貢獻這樣 那回到一個JRG語言本身的一個面向來看 很多人就是在過去在寫C的時候啊 會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我先重點來挑出就是說 JRG在相對於C語言來看的話 有哪一些比較淡的印象深刻的一個特性 第一個比如說像是事件驅動 事件驅動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就是一個概念 沒有嘛 OK 有概念嘛對不對 OK 那沒關係就是沒有概念呢 等一下我會再做一個解釋 那第二個就是non-blocking的設計 或是說異部的設計 OK 你們可以回頭來想像一下 過去我們在寫C的時候 要注意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多麼麻煩的部分 那第三個就是在JRG的部分 那第四個就是弱形語言語言 第五個就是npm 這個npm就是剛好前陣子在社群新聞 非常紅的一個社群事件 大家可以知道嗎 就是有一個開發者 他幹散了一間公司 然後就是因為npm自己 這一間商業公司 把商業行為這邊給自己掌握住 那結果就是不小心得罪了 就是所謂的這些community的人 OK 那這個事件的過程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新聞 那我這邊講的npm 就是那個npm沒有錯 OK 那其實npm這個東西 我們先來看就是說 它其實在教科書的卡平和其他貢獻也是非常大 因為幾乎所有寫JS的工程師 他們就會把自己的 寫的JS package給丟到npm上面 OK 好 那我剛剛來強調一下就是 JS的事件驅動設計呢 是我個人所觀察 因為我們近年很常要去面向 所謂的就是新手級的開發者 那我們過去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設計 一個面向來就是教他們怎麼去使用 那事件驅動設計這個東西就是 我發現到是連比如說國小 甚至是剛學程式的人都很容易理解 那事件驅動它是什麼意思就是說 它有就是讓你的JS中間 可以處理呼喚很多event emitter 那event emitter它其實就是 每一個event就會監聽一個頻道 那個頻道比如說 今天我的IoT device上面有三個 比如說三個LED燈 那每個LED燈都是一個頻道 那我可以利用就是一個事件驅動方 其實就是 也有類似像是nublocking的概念 我就是今天只要有一個事件來 這三個的人知道是這個頻道 他就馬上去執行他主要執行的事情 那其實這樣一個解釋 對於一些就是剛就是新手的工程師來講 就非常非常好上次 OK 那第二個就是nublocking nublocking我覺得是在寫C 而且你如果要寫IoT device的話 一定會遇到就是說 因為IoT是互聯網 那聯網的話 就一定要發出一些HTP request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 你把所有的research都放在對HTP request 因為HTP request 有時候很長的時間是因為 你的終端的device 連上某台社會的時間非常非常慘 也許非常慘 那也許是對方社會沒有寫好response 所以你有時候去拿到錯誤的response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那這種東西就是會造成 就是說你在寫C的過程是 你知道你的程式碼裡面都要寫非常非常多一個設計 那其實nublocking跟Async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java-g是很常見的 所以你其實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是沒什麼好上手的難度 OK 那第三個就是json puzzle 因為json這個東西就是以java-g本身就有設計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也沒什麼好講 那弱形別的語言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跟寫C一個最大的差異在於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要就是宣告一個C的變數 因為C沒有可口索嘛 所以我有時候 其實說我今天要去把這個變數拿到gogo來取用 或者是拿到裡面底層的方形取用 或者說我這個變數有可能會進到比如說某一個march 某個記憶體空間才會做取用 我們在寫C的時候要注意到非常多的事情 那其實寫JS的話 因為它是屬於弱形別 它在比如說Fmarch 5這個階段 它只有做barrel或這個bug 來做一個宣告 不管你今天是interview的stream 或者是fraud 都是用bug來做一個宣告 其實相對而言對於就是 新手級的工程師 或者是說本身不喜歡寫C的人 是比較容易去學習 OK 那NBN的話就是一個龐大的community OK 那其實 其實以上三點啊 其實這三點就一直是在我心中一個 就是把IoT device 然後配上JRG engine 的一個藍圖之中 OK 好 那我必須說就是 這一路走來的過程 其實非常非常的堅實 OK 雖然它很新奇 可是它困難重重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JRG在全世界最著名的音群 就是NodeJS OK NodeJS應該有聽過吧 OK 因為我剛剛有提過很多事 OK 好 好 很多人聽過問說 那為什麼 IoT device 不直接補底 NodeJS就好呢 因為其實 NodeJS它本身所需要的resource 比如說相信 RAM需要64MB的 這樣一個前提是想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一個MCU的device 那MCU的device差不多 就是大概 大概平均都是 比如說 像是IoT 最近幾個比較長出現 大概是128KB 就是RAM 差不多是128KB到512KB 這個RAM 那它的FW可能就是2MB 3MB 4MB 那這個其實 在coatingNodeJS是 絕對不可能的 OK 絕對不可能 所以 所以 基於這樣 不就只有我 還有很多喜歡JS的人 從過去五年來 他們就在這個議題上面做一個矚目 OK 這就是今天要進去一個主題 OK 好 大家可以醒來 好 那我現在先講一下歷史 因為我是覺得是說 好像講歷史 大概講一些 就是他們的一個設計 原理其實也 比較要幫助大家 能夠好理解 OK 那我先來觀察 現在說 大概就是這五年以來啊 就是在Community 最早申請的 交換區域 就是以Lineway 交換區域 這個議題 其實一個叫做TinyJS 那這個TinyJS呢 其實他是一個設計的 就是一個高中生 OK 他非常厲害 就是一個高中生 那他剛出所設計這個 其實他的概念就是 他就是要放在SM32 這顆MCU上面 然後他其實 說真的 他寫的那一包就是TinyJS 其實沒有寫得很好 其實沒有寫好 反正就是一個高中生 他利用他就是所學的 去兜出來一個音訊 OK 那這個音訊其實也蠻厲害的 就是 兩千號左右的一個interpreter OK 那他其實GitHub就方向上用 那他這個原理 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是 就是你JS的程式買過來 我就邊Parse邊解析 邊Parse邊解析 他也不管就是所謂的Memory的用 反正都邊Parse邊解析 OK 那這個其實有跟幾個面相來看 就是說 他在Parse的音訊 他也是直接自己去寫的一個音訊 所以他那時候也就是 這只針對幾個交換器 比較常見的語法 比如說把某個變數等於多長 或是方選等於方選那種架構 可是他沒有針對所謂的 交換器的規範去做一個設計 OK OK 就是他那個時候的一個quadget OK 那這個高中生其實他還蠻有才華 就是說 他也成功找 他就一個高中生了 他也成功去找到一間大陸的深圳廠 幫他去生產就是那個 XTM32 去量產那個開發 也就是 就是最近幾年啊 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Xpuno 這個大家應該有聽過嘛 Xpuno 那一顆就只有單純的XTM32 OK 但是呢 欸 對不起 我這邊來就是來講比較認識 因為那個高中生他其實就是跟我一樣 就是非常喜歡JS嘛 那他其實這個專案啊 帶給我的最大的歧視呢 其實是 就是他把JRG community所常 所比較熟悉的技術 帶到就是所謂的 遷入式開發板的開發之中 也就是說他利用了JS的 比較心理的技術來解決 現在就是我們在開發 就是開發板的一些問題 OK 那怎麼說呢 就是像我們過去啊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論過 比如說Microchip 或是Ti 或是其他的一些晶片 他們過去喔 我是說大概三四年前 他們過去啊 只會提供一種就是IDE 那個IDE是Support 比如說Windows 或是Mac 或是Linux 他們有所謂的Support 跨平台的這個影響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Ti的客戶 假設嘛 你可能會買一個晶片 或是用了IDE 那個IDE是Support Windows 你就必須要拿Windows電腦來開發 你懂我意思嗎 OK 那這個高雄先生 他其實 他在那個拔捲 他做了一件事情 我是覺得還蠻有創意的 就是 那個時候剛好 Chrome Retention App 就Chrome Retention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左上 這個 Chrome 其實有很多外掛的套件 然後他做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那個Chrome啊 Chrome這個拔捲蛇 他有做一個就是一個 USB的懸線 就是你如果在上面開發 Chrome App的話 你可以選擇就是 把底層 就是Chrome跟你的電腦 他有一個USB的懸線的通道打開來 OK 然後他就利用這樣一個機制 做到去說 只要你的電腦 不管你是Windows Mac Linux 你的電腦可以裝Chrome 你就可以去開發開發吧 OK 就做得到一個就是 另類的跨平台的一個 一個機制這樣子 OK 好 那其實 因為我有發現到就是說 就是 麥克遜跟TI 最近比如說兩三年來 他們也用類似的方式 放進他們的 Cloud IDE裡面 而且都是同一份 對 OK 那這其實就是 當初 因為其實 我還蠻訝異 就是說 很多不是寫 寫JS的開發者 竟然聽過 Expuno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訝異 代表他們其實 做得還蠻成功的 OK 好 那 第二個就是 我先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那個時候啊 其實在那個 Expuno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在批評 就是說 其實 Expuno 那個做法 能夠做到的事情不多 它就只有GPIO的按摩 或者是說 某一個PWM的 的那個強弱 的那些 就是很基礎的 IRO的設計 那那個時候 就有人在提提 說 過過是那個裡面的 那個TinyJS的 比如說 它的效能不夠 對不對 那 有人就針對 加那個液體 其實像TASO TASO無曉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TASO這個開發板 它其實在TASO一代的時候 它是嘗試把 URVM去取代 我剛剛講的 那個 就是那個 TinyJS的 interpreter 也就是說 你今天 你今天就是 你在你 可能有一包JS 那我先講它的做法 就是分成左右兩半邊 它其實這個做法 其實左半邊 其實是User的電腦 有沒有看到 User是Computer 右半邊是真正在TASO1 執行的東西 那其實左半邊的部分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包JS 在你的電腦上面 它就會被 Compile成Biple 或是說 就是讓 這個 URVM 能夠吃的一個 格式 它就先把它轉移 然後再把它丟進去 OK 那 這其實這中間 我 因為我這個TASO 我一代我有嘛 那我一代的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很喜歡它 是因為 TASO 它那一間公司 所賺的錢 不是只有賺開發板的錢 它是賺它周邊商品 比如說它周邊商品 推出了一個 CAMOA的Module 或是某某Zenzer的Module 它就直接就是 就是讓你直接 它的JS都幫你 板定好 你就可以直接 寫它們所規範的JS 然後在你的電腦上面 去Compile 然後再把它丟進去 OK 那這其實當初我覺得還蠻訝異的 就是說 其實做也還不錯 OK 那 可是呢 我後來發現到就是說 就是 因為剛好這個時候 我剛加入MD-10 然後一直到 我在做7-8-8的專案 差不多一年就空專期 那我就發現到 TASO-1 這個 這個 project幾乎停板 OK 那其實我們再指示去 就我現在這個時間點 馬後炮一下 就是來看一下 當初 當初為什麼會有幾乎一整年時間停板 這個是為什麼 其實 我看它 TASO-1上面的討論就是說 要把JS的Code 去調教成入行VM 所以能夠比如說 好一點的BiCode 或是好一點效能的BiCode 都是非常挖備能力的 OK 而且 我們所熟悉那些 F-5的規範是 很難去被實施 對它們來講 OK 所以它們其實在我來聯發科之後的那段時間 它們反而轉換跑道 就是轉而開發TASO-2 但是開發TASO-2 這個 這一個專案的時候 就沒有再用 所謂以前那些MCU 沒有 反而是用我們聯發科的一個 就是 7088前 等 7220 這顆MCU 來做它們的事情 那這個 這個在上面就是跑NodeJS 它就不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JRG音訊 就 這個東西 OK 好 那這其實 我們後來有發現到 在2012年這個時候 我們有發現到是說 很多 比如說我們的競爭隊 走上去高通 省送 還有ESB 他們在2012年的時候 其實有做了很多 很多對於JS 就是Lineway JS 鄰居的一個Porting 但是他們不是把 就是心理 全部都放在這邊 可能就是 類似像 比如說 像Sendong Sendong Sendong是有一個字體能發 一個JU Super 這個東西 但是JU Super 這個 這個就很類似 像我們聯發科 有個team叫做CTO 他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進 就放在那邊 然後很少人 比如說他就養三個 因為他上面的Contributor 就只有他養到三個韓國的 那他們就去把它給自主研發出 這樣一個甲物就推出去 其實這幾個聯盟 其實沒有花費很大很大的resource 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OK 好 那我先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像高通的話 因為高通本身是一個O-Sign聯盟 那O-Sign聯盟 他們當初在對於O-JUEN 就是JU Engin有提出一個 叫做O-JUEN J-10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他就是用一個德國人開發 他們是贊助德國人開發的一個J-10 Engin 叫做Date OK 那顯重的話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技術點發接觸 那ESB他就是用就是 SPU-NOT 就是用社群贊有的支援 他可能是去贊助那個社群的人 比如說他就去贊助那個高中生 然後繼續辦公開發SPU-NOT 那V7的話就是另外一個美國人 去贊助這樣子 OK 那這也是ESB最常見的這個手法 好 那我現在大概就是先分三個 就是剛剛這三個Engin 我大概就是先稍微做一個說明一下 就是說 其實這三個Engin 最早就是O-JUEN J-10 這個J-10 Engin 那這個J-10 Engin 他其實在當時有一些時光背景 因為O-JUEN O-SIN這個聯盟 他們主打除了就是自己的CPU以外 他也主打旁邊的周邊的margin 比如說一些感應器 指紋辨識 或者是一些就是 比如說CAMOA的一些感應器 OK 那他們當初就是在J-10 Engin 是花很多心力去Porting 這些margin的J-10的API 所以讓你就是 但是他的J-10的API 他沒有給所謂的就是開發者去用 反而是給他們的客戶一個選項 OK 就是一個選項這樣子 OK 那就其實他們用這個DOTCAM 這個Engin 他其實有一些重大的貢獻 我大概說明一下就是 他是第一個 就去support xmar5規法的一個J-10 Engin OK 所以是100% support 所以也就是說 你今天是寫一個J-10的語法 不管是在NPM上面 你都是可以直接拿到這個Engin上面跑 你也不用擔心就是這個Engin 沒有這個J-10的規矩 OK 那因為我剛才有講 是說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 是他們是在推比較powerful的人心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注重 就是所謂到現在霧源網這種整電 或是比較low power的一個設計 所以他們當初這個J-10 Engin 其實就效能就在一半 以現在來看就在一半一半 OK 它就是只適合在比如說 96KB的RAM 跟256以上的一個quatch 那它其實有做很多貢獻 比如說有較好的quabular view 其實它有一些就是 比較成熟的debug 也就是說我今天就是真實可以 就是我J-10的Engin有出錯誤 可以真實實到是說哪一個地方 就用debug知道哪一個地方 有錯誤這樣子 OK 那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出來的Engin就是 Smart JS寫的V7 Engin 那因為他們當時的選擇也不多 那因為他呢 他當初去看上ESP866這一顆晶片 在整體上賣得很好 所以他們就是想要來針對 ESP866來去做一個lightware的J-10 Engin 所以他們也算是第一個就是 去針對這種小型的RAM 的device設計 那它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一開始轉bycode的部分 它是用J-10所常見的一些 就是ASD的puzzle去轉的 但是這些ASD這個puzzle 普遍來看 因為消化距離community 所處的這些puzzle呢 它有一個共同的一個 我覺得一個宿命 因為這些puzzle過去以來 都是為了NodeJ-10 Engin而優化 那NodeJ-10 Engin它其實就是 本身是比較heavy 就相對這種M7路線比較heavy 所以它其實就算它用ASD幽化 它在能夠跑出來的效能 其實沒有太好 OK 那其實D7這個Smart Gen X 它其實 它們一開始在就是 它其實我觀察 它們給User能夠去做一個 比如說使用的空間 就是在ESP上面能夠使用的空間 非常非常少 所以它已經被占掉超多的一個資源 OK 那其實我是覺得 算是等於算是一個廢人 因為你是寫一個JS的工程師 你一定是想要是說 把自己的一些比較需要的國籍 放在JS上面去跑 對 OK 而不去說人家告訴你 有一個API 你自己去那邊去call 對 那這個其實總而言就是說 這一個英俊它的效能還不錯 可是它主耗人率非常非常高 OK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請教一下就是說 其實省重IoT JSU 我個人覺得 因為其實我知道台灣人 都不是很喜歡省重 但是我必須說 JSU的英俊它真的有打到 就是IoT device的一個需求 第一個它設計的出行目標 然後就是針對小於100KB的RAM 都能夠區別的設計的英俊 那它第二個就是 因為其實像這些英俊呢 這些interpreter的英俊 它有一些就是JS API的 遇到一些宿命 比如說像是Json Pass的那個東西 就是Json Trendy 還記得嗎 就是你今天要組成一個Json製造 然後或者是你要把Json Pass 取得裡面膜跟物件 這個東西在過去的JS API的英俊寫得非常差 比如說像是剛剛有一個 德國恩做的那個DATEM那個英俊 它可能做這件事情 就是大概我之前看到它的 普通每次差不多是五百五十幾ms 五百五十幾 五百度是對的 五百度 那這其實也是非常的就是 不太好這樣 那其實JS API在英俊 在對於Stream的操作 還有就是對於BiPo的優化 跟Memo效能的眼鏡 它有做很長組的一個 就是他們在其中有針對 它去做一個很長組的改進 那第三個就是 它不是用ASD的結構去做 那它就直接產生出BiPo 丟進他們所優化的JS API 來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但是我必須說就是 我對於SEN SONG做這個 這系列的東西 我是認同JS API JS API這個的概念 那其實SEN SONG的對於 就是他們有做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設計 就是這樣右下角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你的抵大值 是屬於這樣一個規格的 這樣一個規格的一個抵大值的話 他們目標是搬出這些抵大值 是做右邊的一個設計 OK 那它其實 他們簡單來講 他們就是想要做一個 IoT版的NodeJS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宿命之下 就會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我放在等一下會講 所以大家可以先知道一下 那我先大概就分析一條就是說 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JS API的音訊 對於就是SEN SONG的 SEN SONG或是一些 BiCode做一些效能的優化 那這其實就很簡單就是說 其實像以右邊的puzzle跟run time 這其實每個JS API都有最難的設計 例如Intel 或者JS BEM的設計 方式都有幾個 但是它在中間的部分 做了一些優化 比如說像SEN SONG的部分 SEN SONG的部分呢 它有做一些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在JS裡面 很常寫到一些 比如說Function這個字 這個單字 Function這個單字 或者是說 我很常寫到Variable VAR這個單字 或者很常寫到一個 比如說像是Json.puzz 這個API這個單字 它其實有去設計一個叫做 MagicStream 那MagicStream 那MagicStream 它其實我 我相信應該寫7人 大概都知道 MagicStream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一個MappingTable 那這個MappingTable 可以讓你是說 比如說你在進到BiCode之前 去把這些 這些就是 你所對應的 這些比較常出現的JS API 去做一個 就是這樣一個Table 中間那個Table 那也就是說 你可能進到BiCode 之前 就是你要把這一包JS 進到BiCode之前 你可能比如說 你出現一個叫做 Function這個單字 它就會變成一個叫做2 2的代號 所以它也相對去減少了很多 JS 就是 就是 進到BiCode的一個 的優化 OK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 但是它們還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OK 好 那這其實就是做一個 簡單來講就是說 其實JS 在做 就是一個BiCode的Puzzle 其實是 以現金來看 是做的比較好的一個鄰居 那 所以我其實 我 我個人其實 對JS的 尤其是花了蠻多時間 去做一個 就是 嘗試研究 然後 並且嘗試去 用在我的 卸下的一個 新的版 就是7x87上面 OK 那 我現在大概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過去有拿幾個 就是開發版來做 就是我的10座 也就是Benchmark 是10座 就是我真實把東西 一個coding在上面 這個10座 那這其實 我現在想想想想想想 因為JS跟BiC 是我們 我們工具有RD 就是我幫我 就coding在上面 OK 那RD今天也有人 所以今天 如果有一些 就是87上面的問題 可以請教大家一下 好 那我現在大概 作明一下就是說 那個Dart Tape 因為Dart Tape 在那個 它的容量可能 不適合放在它上面 所以我是拿 比如說像是7x88 或是一些 比較 比較 反正是一個 比較high level 的一個device來做 但是 基本上 就是對RAM 或對RAM RAM的一個 就是 需求 其實兩邊都是差不多 OK 那這張表記 大概說明就是 我當初做一個紀錄 比如說 比如說 像是JS會 它所需的RAM RAM的空間 我講的RAM 不是指說 Rontime的memory 就是說 你的程式 所以實際在跑 就是你的JS所持 實際在跑 然後那時候 我還 就是我使用的 memory空間 大概的一個RAM 的一個紀錄 這樣子 那這樣一個圖表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 會有點看不太懂 那我今天這邊跳過 就是跳到結論地說 我當初呢 為什麼我還會選擇 就是用某個音菌的原因是 第一個 我做了一些大致上的一個採選 那第一階段採選 就是說 我先看license的部分 那license的部分呢 其實在VC 看它是GPL 那GPL 其實對於我們很多客戶來講 或是我自己本身 如果有一些 就是想要自己開發的一個 不想要open doors的部分 其實非常非常尷尬 OK 那VC因為我剛剛有講 它居然有折扣FM5 可是它沒有折扣完全 所以還是有一些霸彈 對我來講 因為我有實際做一些就是 poting 不是poting 就是實際去玩它的結果 就是 比如說 真一時有applied function 它有沒有正確的 去被使用這樣一個東西 那是10VC 到一開始的三選 這兩點我就把它選掉 OK 那接下來就是 就剩下JRU跟NOTAP 那其實JRU跟NOTAP 那其實 後來我去選擇用 就是JRU加起來7個87上面 就便宜沒有便宜 就是7個87可以跑 對就是這樣子 就是關鍵就是在於 就是他所耗用的論 大概是3幾到70 KB左右 那我剛剛就是 花了很多時間去介紹 就是說 JRU去引舉 但是實際上 我們就是真實面對 就是所謂的JRU的開發者 在網路 有1年網上寫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 就是只有JS一軍 完全不夠 完全不夠 因為寫JS的人 這樣 他已經問出 你有那麼大的一個community 如果你的東西 還要再做一層搬離 對不對 還要再做一層porting 是不是簡直跟廢了一樣 OK 那其實 簡單來講就是 光有這樣很夠 那我大概去分析一下 其實有一些問題 不是出在 不是出在 比如說JS的效能 或是怎樣 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MCU 帶ROD的應用 那這樣的應用 其實我們就會面臨到很多 很多就是去過產的選擇 那我有發現到就是說 在每一家的 比如說針對MCU的 Build Tools這個工具 各家幾乎都不一樣 比如說MBAG 是繼承一套系統 然後DI 或是Microsoft 製成一套系統 OK 那Debug跟Download Code 各家也不一樣 比如說Download Code 有些是FDDI 有些是MKO OK 那就完全都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 就是今天 對哪裡歧視的部分 就是license的問題 因為這個license的問題 也有 我們家 就是我們MTK這邊的SDK 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這些大廠 都是說 我們就open source OK 那好 我們open source OK 沒問題 但是我們多加一個license 就是 就是this country build 這個license的規範是說 就是 你今天可以拿我 那個open source的SDK去玩 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今天 要把我的SDK 做一些修改 然後放到Github上面 不行 完全不行 你使用比如說 Build出一個binary 給別人 沒有 OK 這對於Visor群的推廣 是非常 完全不樂見的一個狀況 OK 好 那其實就是要 需要時間去改變 因為有些 有時候是因為市場 可能競爭對手 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PM也覺得說 啊這樣做就好 對 這就是真的需要時間去改變 這沒有為什麼 OK 那第四個就是 我過去發現到就是說 寫MCU的project 最後有一個就是說 各家都有自己各家的sharingproject 就是起一個project的資料結構 各家完全不一樣 OK 那第五個就是 現有的JS Total的Solution 不夠清涼 這個就比較回歸道 就是說 剛剛講的那些廠商 所不足的地方 這個我等一下會再做個補充 那第五個就是 幾乎每個MCU都有VR-TOS的設計 對 都是有提供VR-DOS的這個hp-10 我講的是說 比如說像IoT這一個領域來看的話 那VR-TOS就有一個問題是 它本身就沒有file系統 所以可能各家都要自己去 就是自己去posing自己的file系統 去做一個實作 這樣子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取守 其實我們會過來看 就是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真的 光只有JS營菌完全不夠 OK 好 那我現在來補充 加出倒數第二點 就是 不符合效能接近C的需求 這一塊 我現在大概去講一下 就是說 我剛剛有提到嘛 Wi-Fi的需求差不多是 128-522kb的RAM 然後可因數是2MB 然後多因數是大部分 是神功的VR-TOS 那我先回過來看 就是說 其實神作那個 它也有推出 就是基於JS營菌的一個 我剛才講過嘛 IoT版的NodeJS 對 剛才有經過 有提到嗎 但是它這個 滑取的命名 就是叫做IoT.JS 那這其實是IoT.JS 它其實 因為它要致力於成為一個 IoT版的NodeJS 這個好調整 IoT版的NodeJS 所以它Poding了很多 比如說NodeJS 本身就有一個 Native API 比如說FS 比如說 滑行 比如說 比如說 你所常見的一些 NodeJS的API 它都Poding在上面 所以導致它其實 Dboard的一個 Image 非常的大 光Build出來可能 就要4MB 那4MB 你剛回來 我來看出去說 其實在上面的 也不夠用 OK 那 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它其實 這個IoT.JS 因為它又 它又成為一個 IoT版的NodeJS 所以它有針對 NodeJS裡面 專門在處理 我剛剛所強調的就是 比如說 Noblucky或是 Async 異部機制的 這個Library 叫做Live UV 我這個講法可能 不太 很多人 這個單字 有很多唸法 我個人是習慣 唸叫做Live UV 它其實就是 Live UV 那它其實 其實 IoT版JS 他們有針對 這個 去做 就是 IoT用的 Live UV 這個機制 但是 用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 其實在 IoT的一個 比如說 VR Toast 這種 我們可以 利用比如說 Touch 或是一些 Tammer 或是一些 VR Toast本身 Native就有的API 去做到 我剛剛所講的 當Walking 或是Async的機制 而且這樣子的話 總比你去 外面去Build 自己去做一個 WV 這個盡量級的 還要少更 就是更直接 而且 少更多的一個API OK 所以針對這樣一個問題 其實 我在做一個東西 一個專案叫做 Micronatees.js 這個Micronatees.js 大家可以去看我 就是這樣 這樣子 那 因為 我過去就是 比較 站在前線去 觀察開發怎麼 那 我記憶體也比較 其朴一點 我是寫一個 PBook PBook大家知道 這是一個電子書 那這個電子書 有專門在想一些 想出 Micronatees的一個用法 OK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Micronatees這個 涉及精神這些 它中文藝師就是微精神 那英文藝師就是 世界上最小 最新鮮 非常堅固的 金屬材料 那他們 他們是說 用來做在 飛機的外殼上面 OK 好 那其實重要的是設計理念 就是 因為我過去 在玩一些台發網 其實真的是 有一些Device說 我一定要來做一次 真正為IoTDevice 所設計的 IoT版 那種JS 不是那個IoT的JS OK 然後 我會針對 所以就是我過去 因為我是一個JS的工程師 所以 我很熟悉JS的Coding時代 那JS的Coding時代 其實有一些 可以幫助你 去讓你的效能更接近其 OK 好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寫JS的community 有一個 很長期以來的歷史 習慣 我覺得是習慣 就是寫JS的 他們會常常去說 用一個東西 我們就要把它Modulize OK 就比如說 我今天有一個很大一包的工具 我就是要把那個東西Modulize 所以你才會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前端的UI Component 有沒有 這個 就是 類似這種概念放在前端當地區 對 那其實我也有幾個 就是一開始 就是有登對 比如說 比如說 像我剛剛講的一些 比如說一些2 一些Modul 一些Engine 比如說 我今天 比如說 看JS的UI不爽 我可以把JS的 給換成 魔家的一句 其實OK 在我的Modulize 這點是成立 只是我初期 是因為 要先把這個community 也建起 最後是先 補給JS的上面 搞不好 以後我們有一個機會 可以來做做看 就是以community 把台灣人加油 OK 好 其實台灣很多 我就很觀察 私下觀察 真的很多台灣人 是真的想要做這些英俊 他們是真的 比如說 像是 一些其他學校 是真的有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OK 包括 就是我 我對於這些 我剛剛跟我們分享 那些歷史 其實都是過去 跟社群上的人交友 所得到的一個 資訊 OK 好 那我先 先大家講一下就是 macro-dash 這個東西 跟node-dash 的架構相較 那我先大概 去先招呼 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node-dash 有幾個比較常見的 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 nvm 就是node-dash 這個不用講 這個一樣 還是會被引用在 macro-dash 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 p8音訊 我先把他coding成 這一處音訊 我們先把他coding成 這一處音訊 那我剛剛講的 LiveUV 這個東西 這個LiveUV 直接就使用 VR code的API 就直接去實作 那 JS 翻題的部分呢 因為我剛剛有講說 IoT的JS 他們最大的敗筆 就是那個 要接近 noJS的 nativeAPI 其實我個人認為 是說 他可以去做到 就是說 你今天 比如說我寫一段JS 因為JS 有很 過去的歷史 因為他是一個 博者的language 過去 那博者的language 比如說像 pronting 他們有針對你的 寫的這一行 JS去做個語役分析 所以我可以知道 今天跑的這包JS 用了哪些module 對 我就針對這一點 去做一個 就是代migulated 做一個設計 就是說 你今天你在寫的這一包 這一包JS 你就可以 我就可以去幫你 去知道說 你就不知道這一次 用了哪些library 所以 build出一個image的時候 就只用到這些library OK 這是非常清楚的概念 OK 好 那現在一個概念 其實以一個 平衡面圖來看 其實就是這樣子 VR-Tone 追溯於mineco-lages 那 mineco-lages 其實拆開來 它其實就是包含 比如說JS 那還有一個VR-Tone 那這個綠色的部分 有看到嗎 這些綠色的部分其實就是寫C 中間那一層就是 我今天就是想要讓C 跟JS中間這一層 有一個就是Core API的管道 那其實就是放在主要一些中間的部分 那其實做一個後面圖 就是說 你今天寫JS 就是上面那一塊 這個mineco-lages 是l 然後今天用NBM的套件 就是JS OK 那下面就是用C去寫 OK 那這其實 因為剛好我們公司 有一些晶片 會繼續推出 對 那我現在有一個藍圖 就是 就是說 它以後的晶片 就會按照這樣一個方式 去Port inJS OK 好 那我剛剛有講一下 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 在燈爭我一開始提到就是 欸 有很多還不夠的這個東西 還記得嗎 剛剛有講到這一頁 那這一頁其實有講 以前面藍臉來講 是說 你這些東西是各家不一致的部分 我這邊是怎麼去做一個解決 其實 我解決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設計一個 Micro-latics的ComingLine 那這個Micro-latics的ComingLine呢 它其實本身 Micro-latics 就有一些Debol的ComingLine 那這些ComingLine Debol 比如說包含Create Create就是Create出Micro-latics的狀態 然後讓你這個User可以去馬上去輸入 比如說你今天去Porting MT7087 HPK 所以它可以快速去載進來 去做一些事情 那 不能的話就非常簡單 因為是導入 那導入的話 我目前就提出MassStories 就是Mbade MK20 比較產生的方式 不過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辦法 這塊就是用MassStories 以及Stile Image 進去 那第三個就是Debugger 那Debugger就是 我剛剛有跟Kyle 因為台灣叫做OpenOCD 那這個就是以後 我會去做一個過程 這塊OpenOCD 還沒有正式的履歷 那我剛剛有講的是說 剛剛很多產商都有各自的標準 那這些各自的標準呢 其實 反正就很簡單 就是你這些各自 因為大部分的產商都會把 他們所做的這些 比如說 SouthCode QCode DebugCode 去做一個ComingLine 那我覺得很簡單嘛 就針對Microletics的COI 去擴充你的ComingLine OK 那這些ComingLine 其實就是非常 就是按照一致性的標準 去做到你要的關係 那我這邊就是說 我這邊就是 如果各家有各家的 就是自己的製作標準的話 其實有一個 我的Package原命名規則 叫做 ML-XXXXX-Compute 是不是這個 所以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是 TI的某個晶片的話 你可能 最後都會變成 ML-TI 比如說 3200 然後 -Compute 這對於你的 開發者 或是你的 Community的人 就直接用這個東西去 可以快速去載到 你們公司所設定的Compute 那MT-7587的Compute 全部都放在這裡面 OK 好 這個大家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OK 那 這其實 我剛剛其實 就是讓你去 比如說 我這邊 我剛剛在一起使用 Basic的ComingLine 跟你自己本身去 客製化的ComingLine 那其實有些東西就是 因為 比如說 我今天是想要 單純的開發 Debug 單純的開發 SoCode 我不想就是 讓User每次都要再重複 做這些動作 也就是說 我今天啦 這個情境影響就是 我只要User 只要專心做 寫JS 寫JS 就是他們也寫JS這段 那以下的這一段 比如說 我要 Build to Jspy 我要Path Jspy 還有Build to Image 還有就是 Download Image 到Device 這一段 我要把它就是 弄成一個NPM的指令 就是NPM RunView 全部去集成台詞 這也沒有關係 這完全就是 就是 非常就是 就是 這些 Givage 現代 NPM Module的一個成果 OK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就會做一個demo 因為我看大家各社長 OK 我才會做一個demo 就非常的快 好 再忍耐一下 OK 那我現在來講一下 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 CodeLowPow或ViewPow的 其實這個Range 就是綠色的這一段 差不多要花費可能 20到30秒 那寫JS的人 就習慣一個debug mode 叫做Live Reload 有聽過嗎 Live Reload 可能很多人沒聽過 我再解釋一下就是 你今天可能寫一個browser application 然後你今天可能去其中一個機制 比如說我在寫一個JS 我寫一寫 然後按存檔 他馬上你的browser 就會針對你 你所改變的那一段JS 去通知browser 說喔 這邊的JS改變 所以你馬上 畫面就會去做一個變化 OK 這個是所謂的Live Reload 的一個技術 那我個人就是 因為我也不想等那個 20到30秒的時間 所以 因為我其實在MG 是做Cloud Service 所以我們有用 我們的Cloud Service 你去做一個就是Live Reload的功能 也就是說 你今天寫一個JS的bar 然後你今天就是 有一個NPM RunWatch 這個NPM RunWatch 是我Microdentic 寫某一個 可能的一個 挖區的一個指令 那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監聽那個JSbar 所以當那個JSbar有改變 他就傳證到我的雲 然後因為我的開發版本身 就有跟雲連結 我會丟一個Deepot Image 所以他就馬上去針對 就是JS-5B從其他完成 那個其實差不多是耗時三秒內 但是這個機制 就是我們現在的SDK 還沒辦法提供 就是我們現在版本的SDK 3.0.0這個SDK 還沒有比較完整的support 那可能你在過一陣子 才會有這個機制 OK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就是一個應用化 對 這是一個寫JS的工程 其實最喜歡玩的一個東西 OK 好 那第三個就是 回到康安那幾個問題就是 還有 就有一個叫做license的問題 那這其實license的問題 其實解法也非常簡單 就是 因為我有去限定是限定住 Microletic是每一個專案的樣子 不管你今天是開發的 就是用比如說TI320 或是我們的晶片 它主要你這裡 我是希望它你到時候分享給你的朋友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interface都幾乎是一樣的 OK 那基於這樣 其實我對於這個議題就是 反正我是設定一個叫做 sdk的folder 那這個sdk的folder 說的一件事就是 像我們公司有這個license的問題 你就去我們公司去下載那包image 然後你把那包image 搬到那個JS的sdk裡面 然後我的那個剛剛那個 ML mt7288 complete 其中那個script 就會去幫你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對於一個user來講 其實非常好看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做一個demo OK 就不用擔心 OK 好 那 第四個就是我剛剛講過 就是一個 過去都沒有一個sharing quadruel的標準 其實我當然蠻會練習 只有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有多輕量呢 就是你單純就只有一個json 然後其實nojson的工程師最喜歡的packagejson 就是把你要的marriage都載進去 那其他的比如說npmmodules 大家也知道嗎 就npmir 要去下載那些東西 之後全部都放在一個那種裡面 還有包容剛剛的sdk 在包裡面 另外 我這個專案 我是設計一個機器 叫做futureconfig 那這個futureconfig 會有很多很多的property 那這個property就是 其中就有一些就是專門給 就是你以後板子是什麼 它就會自動去下載那個sdk 或者是如果遇到json竹文技術 我剛剛就能夠解放 OK 好 那最後來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問題比較關鍵就是 如果現成的json total junction過氣量 最不符合效能接近7的需求 RVIARTOS沒有bio系統設計 那這其實呢 我先講一下最後一點 RVIARTOS的設計 因為沒有bio系統設計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其實當初我其實還蠻困難 但是我後來用一個就是 比較JS開發者能夠接受的就是 JS有一個漁把叫做鋁塊 就是鋁塊的某個module 那這個鋁塊的馬組呢 我當初有嘗試用bio系統版 bio系統版有聽過嗎 就是我nodeJS 如果今天是在nodeJS裡面 鋁塊 它是因為nodeJS本身就有 require這個nativeAPI 所以可以幫助你去 用bio系統的API 去拿到某個bio系統的API 在nodeJS的世界 可是在bio系統沒有這個API 當初就有用純粹的JS 去寫了一個require 就是requireJS的打包的東西 放在前端上面 就純粹用JS去寫 但是那個狀態就叫做bio系統版 那這個bio系統版 它其實也是奠定 現在JS開發的一個基礎 就是caminJS這個設計模式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也就是說你今天可能 用寫一個requireJS的component 你今天可以就在bio系統的JS裡面 直接用require某一個module 它就真的就像是 拿bio系統的方式 去把那一包JS載進來 OK 那這樣一個東西 其實bio系統版做得還不錯 但是很多人問說 要不然我們把bio系統版 給放進我們的MicroDatings裡面 我當初有想過有怎樣去做 可是因為bio系統版 有很多設計是針對bio系統版 針對bio系統版 所以它會call了一些 就是bio系統版比較常見的一些 就是特殊的字 那這些特殊的字 其實有一些是因為它要去優化那個字的效能 但是我們的MicroDatings追逐了 本身沒有這個API 所以其實那個bio系統版 加上另外一點就是 bio系統版本身的size很大 也蠻大的 大概100多K吧 我記得沒錯 那這其實放進的image 也是超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針對它去做一個 輕量級的require module的機制 就等到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OK 那第二點就是 就是 就像我剛剛非常強調的就是 native API binding的奏徵 就是用到機場 就之前 前幾天有提到 OK 那第三個就是 針對npm所熟悉的一個特性 來加成使用native binding時的效能優化 這個我等一下會提到 OK 那我先來提一下就是說 就是針對npm還有marchment 效能優化的部分 就是我們過去在寫C的 這個寫C的工程 是一定很熟悉 左邊的這個coding style 我今天要用到Wi-Fi 所以我要用requiremlo-wi-fi mlo-wi-fi 是因為mine coordinate is wifi module 對 沒有為什麼 這是一個coding style 不是coding style 這是我定義的一個module OK 那這樣一個其實你去寫JS的話 你去比如說你今天這個Wi-Fi 是station mode 然後你可以去輸入你的 Action的一個格式 然後你的SSID 這樣的話就是說 下面那個坎內就是說 你今天你的 比如說我的7x87連到Wi-Fi 他就會去執行下面的Print WI-Fi 非常簡單嘛 就是不會寫JS的人也很容易看得到 但去上加一個輕量級的一個機制呢 就是如果當一這樣做沒有問題 如果你今天是對於GPIO 就是我今天是比如說疫苗區 那一秒之內要對GPIO的操作很平凡 比如說一百次或是幾十次 是一百次這樣一個操作 如果你每一個都要用GPIO的方式 才能去拿到最Native的Bunding的話 其實非常非常的效能不太好 那針對這一點 其實我個人認為啊 就是針對 你就是用Coding Style去做一個限制 比如說 像我每一層就是JSBunding的API 前面都帶一個Dashless 就幾乎在學習 就兩個底線Wi-Fi 那其實這樣一個設計 其實就是早期的 我是學習早期的Chrome 因為早期的Chrome 他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們很多 比如說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底線底線Portotype 底線底線 這個Native的API設計 其實就是模仿他學來的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我每一個很常操作的JS版型的API 都是用這樣一個Coding Style 去幫助你更快的取用 那兩者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他在就是說 你本身如果就是有一些平凡的操作的時候 我建議你要用這個方式去做 那這其實這樣的方式 其實對於很多人問問說 那因為這個方式其實就是 直接去呼喚那個Global變數 那記得JS是若行別語 所以我可以在我的Codic Style 裡面去規範說 我去呼喚那個Global變數的一個 一個pass的機制 所以你今天想要在JS寫個Global 明信沒問題 沒問題 真的沒問題 如果你今天這個Python 我們好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OK 好 那基於這樣一個調整 其實就是大家可以去看這個電子數 那這個電子數每一個API都是這樣一個設計 對 那我是歡迎各位就是 如果未來就是有用到一些API的問題的話 可以來跟我講一下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我覺得基本的幾個API都有做一個support 但是有幾個需要用到那個就是 加金鑰的部分 比如說像是MQGTS還有HGPS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要去設計 去讓那些金鑰可以儲存的空間 所以這一部分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做一個想法 特別的想法 就是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OK 那其實其他JS傳見的都有用到 那還有tommer tommer是JS最殘用到的部分 那我等一下過去做一個demo 就是用這個tommer去做一個demo OK 那就 以上其實就是 回到Mirrelations有一個架構 它就會長這樣 好 那 我這邊有去設計的是Mirrelations的RawMap 這個RawMap它其實就是 比如說我每個階段想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魔鬼藏在心結裡面 我沒有壓時間 對 今天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RawMap超屌的 但是沒有寫時間 沒有啊 就是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也蠻熱血的 就是 反正就是先喊出來嘛 對不對 就是 到時候會找 我也歡迎就是各位 Community Open Source的精神 大家可以來 來參與一下 好不好 那 這個就是 這一頁要講 就是我播放在 就是 經過87上面的一個 使用經驗 那 為什麼會出來 我就直接メモ一下 好不好 我先從頭開始 這個 我是一步一步來的 好不好 就是 我從我的 Ebook 這個 這個 做的 前端工程師不及格 你看 超小的 好 關於MicroLatits 這期精神 講過 剛剛有講過 快速越過 好 現在就直接打 就是 我今天怎麼讓我的MicroLatits 去 玩 汽油爸爸 第一個很簡單就是 你要先裝個 MicroLatits的 command line 非常簡單 就是 NPM 一雙MicroLatits 這個我裝過 所以我就不再過手了 那我剛剛就是產生出一個 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 我要先創建 MicroLatits Create 不行 MicroLatits Create OK Finish 之後呢 就是編輯 其實你看喔 它裡面的資料夾結構 就是有這麼多東西 那它這個 魔鬼就會 就在這個Visual Configure Visual Configure Json裡面 那這個東西 其實我就先把 剛剛的 剛剛的 就是 在 這裡面 就是 我今天就要用 7587 HDplay 7587 來弄 好 好看喔 接下來就是 直接就是看 另外 我在這邊有做特定 所以 我NPM也要去下載 MT7587 complete OK 等它跑完 然後跑完之後 MPM有時候會比較久 OK 它會去下載一個MPM的遊戲 它會去做一些 跟等級的處理 好 現在下載完了 最後就是MLinitial 然後MT7587 就按照這個上面去做就好 不要問我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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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呢 好 我告訴大家就是為什麼 就是 MLinitial MT7587 就是起一個 起一個 MT7587 D-Ball的狀態 那MT7587 D-Ball的狀態 裡面有一些 我在Node的module 裡面想要希望它 能夠載入一個 Node的module裡面 所以 它就會被寫入到 就是 package.json裡面 那我剛剛下一個NPM來 就是說 我用NPM去 剛剛的那個 package.json裡面 去把這些 module下載下來 OK p-mars,wifi,como,mcs,event 這些module下載下來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就很關鍵一個步驟 就是說 我今天 因為它裡面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SDK 對 我看到這個border 這個border 它裡面就是 讓你要去放 那你要去放 比如說 MTK的這把SDK 進去 以迴避 MTK所給你的license問題 OK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有一個指令 就是 npm run 就是initial emd initialemd itialemd 它就會去做 就是 對不起 因為剛剛的border錯誤 因為我剛剛有跳border OK 它就是npm run 就是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東西 我先關掉 你看這個東西 它要去壓住你的SDK 那SDK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我用Mac Mac會遇到一些GCC Mac的GCC 或是你今天用Windows 我會有Windows的GCC Linites的話 需要下載Linites GCC 所以它這個過程 會比較久 就是初始的話 過程會比較久 那我先快轉 就是說 我今天拿已經做好了 再給大家看 這是譬如說SDK 然後我直接就把 這個SDK就放在上面 這其實這裡面的SDK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它會是把那包解壓做 然後GCC安裝好 對 就放在裡面 好 那這個SDK 它現在已經被放進去 OK 放進去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編輯 就來放心去寫我們的 Mac會內提時的一個狀態 OK 但是 等一下 我先做一件事情 我先把它接起來 OK 我先就是 我要寫一個 Mac會內提時的App 那 其實很簡單 就不一樣 那 OK 就先這樣子就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會去設計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 NPM Run Build 它的東西就會去針對你的這包 JS 然後去 還有你給它的就是 MCU的SDK 去Build出我們要的image出來 它已經Build出來 那有沒有看到 就這個download 這其實是這個download 是我目前還沒有寫好的部分 不過我先跟大家講出為什麼 就是 它這一連串 是 我把image給Build出來 就這個 image給Build出來 然後image給Build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去放在 這個叫外面的 澳洲folder 之中 那這個folder 放出來之後 它就是直接 把那一包bineal 放進 燒進你的device 就一氣呵成 就可以下分邊 放Build 那這個過程 好 你們要看結果嗎 對 結果的效果 結果其實就非常簡單 那個bineal是native code 那個bineal是native code 那個bineal就是arm的intrush native code 然後變成那個 直接在機上可以跑的bineal 對 對對對 對 這是幾個87的bineal 幾個87的image 對 就是那一包真理寫 會被放進幾個87的image裡面 那 至於這位sube就是 它會在上面 去拿那一段真理寫的漁法 去之間就去跑 然後好像他們要的東西 它 你知道我為什麼 就是 就是 我給你看過 因為你其實 你應該知道 知道起來的情況 看一下 它其實就是 幫我們寫了這個JS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 對 就是這一個 就是我剛剛有講說 我有去做一個Lineway的 Require的機制嘛 那這個Lineway的機制 它就把整包JS 去 就是我寫的JS 還有我用到的March 全部都壓成一個JS 那這個JS 它就被印在 就是這一個 這個man-10c裡面 OK 那這個man-10c 就是讓 JS的Engine 去跑這一段 man-10c的JS 對 就很簡單 OK 那它編出來是 給JS的Engine好的 對 對 對 沒錯 反正就是透過那個 可能上面的JS的Engine 那個Engine 對 沒錯 那 這其實另外 因為我現在 我們的開發版的模式 是進到Debug Mode 那所以有很多 就是訊息會噴出來 就比如說上面 這些訊息 那其實其實我剛剛寫 Hello World 就是在這個面 那其實其實還可以在優化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網路那個Micro Python Micro Python 它就是針對這一塊 去做一個優化 但是我現在先 就是現在 因為其實我覺得 Debug Mode 比再開發過程 比較需要 因為你才能知道 就是說 你每個JS 有沒有正確的去跑 OK 等到我已經成熟 我就會把它 履歷15 就好一般 把它全部都亂掉 OK 那 接下來就很多 我們會問說 那我今天就是做一個Basic 就是 Hello World 那我今天如果是想要 比如說操控某一個 GPIO的 的Module 我要怎麼做呢 其實MicroDakies 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今天就是很簡單 我要先去 把 GPIO這個Module 移送進來 OK 那移送進來呢 它其實在 Future Complete 然後 特別去寫上 Module GPIO 然後 Tool OK 好 這時候 你這樣去 你的 JS裡面 我先寫一個簡單的 就是 WOF 好 WOF 那 去SETTEMO 比如說 1秒 做這一個 選擇 OK OK 好 分享 那這個 它這個 循環裡面呢 就是入盒一些前進 好 因為入盒 就是一開始要被 呼喚 不然你先幫我完全沒有弄 好 那 GPIO 是因為我們 板機要先去做一個 P-Module的設計 比如說P-Module 因為我今天要控制 某個燈是 35 35 然後 它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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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PIO的開關 它 P-Module 你應該知道 這我問他 對不對 好 那GPIO的那個 方式 非常簡單就是 今天要用GPIO Rise 3 今天剛剛那個PIN 然後 我先做一個Status 就是一個 一個 變數 那這個Status 它是不是 Difo 是0 那因為我要開一秒 一次循環 就是一次開 一次關 一次開 那這個的話 就是Status 要做一個變化 就是Status 然後 比如Status 等於 0 那Status 就會等於 1 然後GALS 比如Status 等於0 非常簡單 OK 這樣就看沒有問題吧 好 其實做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JS 然後這邊 Vue 好 不行 我要先進到 Dunload Mode的情況 然後 這個情境呢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Dunload Mode 我再來電解書 有講 就是你以後燒過 要注意的一些事實上 它就避我出來 它就記得 就是我剛剛就有把 MLGPIO給載入 就是用NPM的一個模式 然後它現在被燒進去 大概就等個10秒左右 好 OK 那接下來呢 我回到一般的模式 好 OK 好 看你使用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一顆燈 就是 1秒 1米1面 1米1面 OK 1米1面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1米1面 有看到嗎 1米1面 1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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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這個非常簡單 就是 真的就是你 Jace的工程師 最熟悉的一個 語言開發一個過程 那 接下來就是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那我們這次就是 賣兩種版本 一種版本就是 大陸人前面的一個 就是4.98年前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 開發版的版本就是 19.9塊美金 OK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當然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Jace的英俊 或是 MicroLegin12個 共鑫的話 可以就直接 按照片做評價 那我這裡有相關的資料 大家可以去玩玩 那 我先去送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 Made to sleep with something more 這我非常喜歡的一句話 就是 異效果大 我每次去每個 IoT的產品 都會講這些事情 對 那 我覺得我使命就是 帶給Jace的 學工程師 能夠更快 進入獵王的時間 好 這是我的使命 那 我非常感激的就是 這次真的就是 有非常多人幫忙 那 就包括 Anthony 還有就是 Roxley 這些 曼國連擊 其實命名這個場 就是他走 然後還有一個 我一些同事 就是非常熱血 這次提供給我一個非常 非常 強而有力的後退 OK 那我不曉得 就是大家的故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今天聽我講這一段 就是 開會Jace的 音群的歷史 OK 問一下 你剛剛 像譬如說你在Demo 就是 像簡單的GPL 那類的 實際 實際 因為我稍微也有碰一點 JavaTree 所以我知道是 過去有 我有用過Duct Tape 去考 就是實際去模擬這種 那樣的 基本上的考狀況 那 我遇到的問題是 因為 JavaTree 剛剛你也說過 就是大家可能愛 所以就會有一層層的 Function Code 然後他就會把 Duct Tape的State 領包 對 所以我第一次 嘗試的時候 我把一般的 簡單的Program 把它Compat起來 就用Webpack把它 先壓過一次 什麼單檔 塞到Duct Tape裡面 然後他就跟我說 State爆掉了 所以實際 在Community 所以 不然就是 我打算這樣 Webpack的這個東西就是 我當初也是 很喜歡 就是 常常用Webpack去做 但其實就真的沒辦法 對 結果就設計一個 藍尾的 對 這個一定要做 對 因為之前是常常說 那這樣子 為什麼大家 Community 還那麼愛用JavaTree 還那麼愛用JavaTree 在 這麼Lightweight的 Hardware上面 開發 因為 跟一般 為什麼Hardware 有Community 一般來說 JavaTree 如果沒有做到 那樣的 Hardware 其實開發上是蠻痛的 對 所以其實 我的Micro Day提示 就是 為了這一點而去做 但是 基於你剛剛講 為什麼還沒有 Community 看到這一塊 其實我是覺得 最近一兩年來是成長非常快 就在這個議題上面成長非常快 因為我今天提供了 考論的JS英俊 其實這是著名的 你仔細去看Wiki喔 Wiki針對JS英俊有接近快30個英俊 每一個英俊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因為我本身是寫JS 其實我在做這個專案之前 我已經整整六年沒寫習 這完全就還給老師了 對 那我也很想把他study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後續去追蹤的 就是 其實 其實真的不是一定要用 JS英俊一定好或不好 對 就是看你的 看 我覺得是時代吧 就是自然而然 某一個時代出來的就會 就會有 就會有一個主題轉彎出來 而且前端技術啊 特別是JS英俊的技術是 大家有聽過一個 什麼法則嗎 前端每半年難以背 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 就是每三個月從前一次 對 可是我被感受非常深 因為其實我端年 就比如說七個八八或七個八七 這種軟硬整合的議題這樣 就這一年啦 但是我回頭來看我們原來的同事 用了JS的技術我已經 Oh my god 已經真是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做一個 九六未來的動作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時代 以JS的community來講 我會跟你說 就是你時代到了他就會來 對 對 不曉得有沒有回答到有問題 沒關係 OK OK 所以這時真的是要 比較有經驗去調 對 對 對 因為過去的 過去的歷史真的是很多 對 剛剛有提到就是 Noblock or Async的部分 那 他是 呃 在這個案子裡頭 他主要是 JS的那些負責的嗎 還是 MicroRate 應該是說 MicroRate 所提供的 RDOS的 辦理去做負責 對 那一段就是 我直接跟你講 就是我的 Noblock or Async怎麼做 就是 有一些比較Heavy的 比如說需要耗用到 比較深度的記憶體資源 就用Touch 開Touch 那有一些 Noblock or Async 是比如說很Heavy 就是SETA Mode 這種東西 我就去用RDOS的Touch去做 他就兩個相符相承 反正就是做到 JS工程師 最熟悉的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在你這邊開發 比如說SETA Mode 這Touch是一個Async 對 你不能說 在JS是 它是一個Async 在這邊是一個同步 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 對 就是 我有針對幾個重點的Async 或是Noblocking的東西 去做一個改進 對 所以像那個什麼HTEP 我不是有一個 Native 反應 頂線頂線 HTTP 這個東西就是用Touch 去做 因為它 HTTP Request的時候 它 你在行李 要先Mark 某個Memo的空間 對 那那個就比較需要開Touch去做 對 不然你的Memo 也會過最晚 你就沒辦法去做比較 就是會有問題 對 對 那 其實 其實你提的這些問題 就是我其實 過去 一直都在採這些雷 對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是 比如說拿那個什麼Nive UV 然後就是JS來玩玩看 這個採太多雷 所以才 才回來 回頭來看 那個VRTouch 其實做 原來AVI 就可以做到類似的機制 而且效能很好 重點是效能很好 因為 比如說你今天用VRTouch 或者Native API 可以 我剛剛 我剛剛忘了寫 就是 我有一個Benchmark 就是 我們在7x8 就我們在7x8 系上玩的時候 有一些紀錄 那 有第二點的紀錄是說 你如果好一點的取用 或是設計的話 你的Native API 一定會佔用20 20KB的RAM 那其實 比如說像我們的 HTTP 3.0.0版 HTTP 其實差不多80 左右的空間 所以其實非常 還算夠用 3.0版有110 左右的 空間可以去玩 對 那就是那個 VRTOS 跟那個 你剛剛講的 那個 比如說HTTP 就翻譯 把Tesk 或是TimeNative 翻譯的部分 裡面code 是在Gamer上面看得到的 對 其實你可以去看 可以沒有Dash HTTP 這個章 你可以看我怎麼去實作 OK 謝謝 好 OK 請會難得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講者趁機交流一下 那沒有的話 我們就很謝謝 不錄今天就是帶來給我們的分享 就是不斷從 不但從社群 還有歷史啊 還有就是社群的影響 還有互相的分享 就是還有開發版的就是實作示範 就是大家應該都有收穫嘛 那就是 他也已經把頭影片就是分享出來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回去的時候 看我的影片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隨時我們在社團裡面 都還可以繼續交流 對不對 那就謝謝Flu 好 下次再結 所以你喜歡鑽石頭去一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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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不會吧 OK 啊 好 我們 好